一个重伤害案竟然发生在一个小学里面 令人感到非常惊讶 地点是彰化 在这个小学里面有两名小六的男生 上美术课的时候抢位置 结果发生了争吵 其中一名同学一气之下 竟然拿起了美工刀往对方的胸口刺下去 这一次呢造成了血胸伤势非常严重 目前在医院插管治疗 郑同学虚弱的躺在病床上 胸部插管引流血水 因为他在学校被同学用美工刀刺破胸隔膜 伤势严重一度有生命危险 明明是同班同学 只因为上美术课时 郑同学坐了别人的位置 被占位置的许同学 就随手拿起了一把美工刀 往郑同学的胸口刺 手就是流血有很多 救护车跟那个小护 送他到脏肌的急诊 郑妈妈接到电话 听说儿子手受伤 没想到赶到医院 伤势却更严重 左胸那个颅头下面那里 被美工刀刺一个洞 然后那时候看到是血一直流 那因为急诊医师是跟我讲说 叫我一定要报警 只因为座位被站 就拿美工刀刺人 由于被刺上的男同学 目前意识还不清楚 必须等他恢复意识之后 才能厘清是故意 还是一切都是不小心 追选陈梦辉专话 采访报道